至於兩岸關係,李克強就強調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。 在台灣,陸委會回應說,兩岸良性互動雙方都有責任,健康有序交流,勝過對台強制性施壓。 他呼籲大陸方面在相互尊重、善意理解的態度之下,正視和尊重台灣民眾對矮化台灣的政治框架,和負面統戰施壓的反對和質疑,應該透過溝通逐步化解雙方分歧,確實保障兩岸民眾的權益。